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您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立刻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国际战略专家林玉芳 大家好 前大使借文集 翟轩好大家好 还有丹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李大中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拜登因为为着昨天的这个21死 就是德州的这个小学的 这算是一个大屠杀吧 他有致哀 但是其实这一个事情 到现在全球还在震惊当中 因为这已经是近期以来 我们看到一起又一起的这种枪杀 或者一起又一起的这种屠杀 在美国上演当中 所以就连在德州 其实我们看到德州的州长 也是为了这件事情开了记者会 但是直接这个民主党的人 是直接上前去呛这个德州州 说这个要算在你头上 我们来听一下 你正在阻挡的阻挡的阻挡的阻挡 你正在阻挡的阻挡的阻挡 你正在阻挡的阻挡的阻挡的阻挡 让它更容易购买的阻挡 我们在阻挡的阻挡的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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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 这个美国可能是民主党人为主的一些政治人物 都发出了这样子相关的怒吼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共和党比较是站在说 这个民众可以持有枪支的这一方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又开始出现 这一波检讨的声音 因为十年前在学校里面发生这样子的屠杀 枪击这样子的扫射屠杀 其实大家记忆都有心 怎么过了十年 这事情还是仍然不断在发生呢 所以我们看昨天连NBA的球星 勇士队的球星达米安 他就想说我们现在美国 真的是枪比奶粉还要好买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美国吗 我们来听听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美国吗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很多人是从小 就是他们就有机会接触到枪 我们这边有两则新闻 但是因为这个持枪画面 我们就把马赛克做了一个处理 比方说之前曾经有八岁女童 然后在枪支频道圈粉超过16万 他的父亲还告诉大家 他是大家的榜样 同时这个也是在2014年 我们也有看到说这样的消息 9岁的女童 她其实是玩物资冲锋枪 她是在教练的指导之下在玩 可是没想到竟然发生意外 最后射死了教练 所以现在大家在讲说 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难道美国的校园 要天天担心着 有没有人会拿着枪走进来扫射吗 怎么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那美国现在官员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大家看了可能会昏倒 他说那就让老师配枪上课吧 这是解决之道吗 这怎么会是用以暴制暴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 这难道不能够禁止枪支吗 所以其实看看 现在美国究竟是卡在哪里 恐怕是这样子的一个民兵军工复合体 也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全国步枪协会 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没有办法 让这个枪支禁止的一个源头 他其实是在1887年成立于纽约 至今已经大概超过150年的历史 那很多在全美有550万的会员 包含了很多政治人物 比方老罗斯福 艾森豪 甘乃迪 尼克森 雷根小布希 川普这些政治人物都曾经是会员 而且就这么刚好在这一个星期五 他们要来举办论坛了 说川普也会到场 但是他们就是举办论坛 也因着现在这个德州事件 他们说禁止带枪入场 但是川普会到场演讲 可是这个事情现在因为就在风头上 所以大家当然有非常多的讨论 就说你们共和党 为什么就是跟这些枪支 或者是步枪协会走得这么近 那共和党员 这个共和党参议员 他也讲说克鲁兹 他现在又变成了一个矛头 因为他有发文就说表达哀悼 可是很多人是不买账的 就去他的推特上面洗版 就说就是你 你看看你过去是如何 2016年 勇枪组织的政治现金排行榜 他就是第一名 甚至纽约时贸还霸他说 你怎么有办法睡得着 可是我们看现在这个共和党出来 他们都是讲说表达哀悼 但是对于民众可不可以拥有枪支的立场是不变的 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你不论是枪支或者是武器 其实对于全球的影响危害之大 现在已经难以想象了 我们来看看 现在光是这个枪支制造商 近20年已经生产了1亿把枪 2021年一整年就生产了1130万支 而且枪的取得价格门槛其实并不高 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长枪 他大概是4万多块钱 如果是这样子的手枪大概是5900 所以比起大家想象中是便宜的非常多 就是说这个跟我们想象中又容易取得价格也不高 难怪会这么这么的泛滥 在美国100个人有120支枪 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就连军工复合体 其实在美国去年的出口额也高达了106亿美元 所以有非常多的讨论跟检讨都说 现在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国内国外都在失控当中 看看他里面讲的 他说有数十位的国会议员跟家属 他们持有数百万美元的军工 军火公司的股票 甚至光是在2014到2019年 就有1700多位的国防部高级官员 跳槽到军火企业 所以难怪川普会这样讲 他说这个五角大厦只想着打仗 就是为了让军火商开心 我们来听一下 20%的子范范围 100% 当我 came来的, it was a mess 都是所有的 在一尺别的同色 整个尺别的 一车之后 我说, where is it? 它是全是了我们的وا达,你 因为一个你 全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发挥,但是全是一位 全是全都好 我说,那是好 让我们战士们到中国回家 一些人不喜欢回家 一些人要继续持续持续用钱 所以其实在这个军工相关产业 甚至包含了军人 它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量 所以大到不能倒的军工 正在吞噬美国 正在影响全世界 我们问一下委员 每一个国家后面都有一些黑暗的一面 我们现在就在碰触美国黑暗的一面 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到韩国 到南韩到东京 跟这些总统 跟这些首相们见面 然后四方会谈 这个安全会谈 非常风光 回到国内是等着看的是 19个小学生 两个老师被杀 这很丢点的事 所以你看看 拜登的所有消息几乎都被掩盖 所有的重要的 世界上重要的媒体的头版 都是美国又大规模的枪击案 杀人事件又出现了 所以这次艾森豪总统 他要离开 交接他的职 就是说要下来的时候 要卸任的最后的一场的演讲会 他就特别告诉你 美国人民要注意一下 军工复合体 是在侵蚀美国这个社会的 军工复合体的力量庞大无比 他是一位将军 百战归来当了美国总统 这样的五星的这样的上将 他却非常的在意 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军火商 跟庞大的政治的势力 勾结在一起 如何的去影响了美国的政策 这个问题到现在 如果艾森豪总统还在的话 这些美国从立任的总统 在艾森豪之后 都对不起艾森豪 当然他在任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对抗 因为政治股太大的力量 譬如说我们讲这个 为什么美国枪没有办法进得了 就两件事很重要 第一件事 美国宪法第二条 修正案第二条 就是保障了 美国人民持有枪戒 有配枪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后来的宪法法庭 这个怎么很多的辩论 很多的判决出来 都是受到这个宪法修正案影响 他判决还是一样 人民就是有持有枪戒 有配枪的这样的权利 第二个是因为 这是一个很有利润 利润很大的一个事业 你说黑暗的事业也可以 他每年赚那么多钱 这个来福枪 美国的来福枪协会 他的会员是五百五十万人 而且不是会员人数多而已 非常有钱 他一年的预算 是两亿五千万美金 一个协会有两亿五千万美金 你看他多少台币 对 然后他们在这个 最近一次我看到他们的捐钱 政治现金大概有两百万 大概三百万美金 我告诉各位 那是我们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地方 因为他们很多政治人物 都可以有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d 政治活动委员会 你成立这个 你就会开始募款 很多来福枪协会 在里面的成员 他们捐的钱就这样进去了 所以他真正捐出的钱 是非常庞大的这个钱 所以你说 刚才说批评他的 那是德州的民主党提名的 马上要选的州长选举的候选人 他挑战的是现在的共和党的州长 他骂他就这样 礼拜五就这个礼拜五 他就要在国立全国来福枪协会 要出席而且要演讲 连川普都去 连川普都要去 你就知道他们的势力的庞大 而且他们的 我们刚刚讲的枪击要注意一件事 我们都觉得说 看到都枪击案杀人 很恐怖 2020年的数字 因为枪击致死的是45,222人 你知道多数的死亡是什么 是自杀 枪击的人数只有19,384 而有24,292人是自杀 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 我们看不到了 因为你有枪 你有子弹 你在家里就有 太方便了 一时想不开就自杀 对 一时想不开 哪枪就射人 就打人 所以我们看那个学校 两次这么庞大 十年前跟这一次 一个哪枪杀了他妈妈 一个哪枪杀了他祖母 对 接着到学校里面去行凶 是 所以这个枪太方便了 不是只有杀人 有时候杀自己 是 所以这个在全世界的先进国家 哪里美洲有的枪击致死案比美国还高 但是欧美的所有先进国家 致死率最高的 枪击案最严重的就是美国 我们来问一下杰大使 美国这个国家到今天为止建国244年 全部在244年短暂的历史里面 只有16年没有打仗 然后一共参加了134场战争 所以这个国家从建国开始跟暴力战争 从来没有发生关联 你今天你去美国华盛顿 人家告诉你说 这边只有两种人 他永远都在华盛顿 他说哪两种人 第一个军火商 永远在华盛顿 华盛顿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人来人去的 军火商永远在那边 还有第二种人是CIA 情报 两种就团聚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都喜欢干嘛 就好战啊 喜欢打仗啊 军工复合体的话 它能够存在就要有战争啊 对不对 你而且是两种战争 一是美国国内的战争 一是美国国外的战争 是 这一场屠杀21个人 18岁的小孩 18岁的小孩懂什么 你不能怪他只说他容易拿到枪 你要注意他脑袋里装的是什么 他脑袋里装的是什么 为什么 仅仅18岁脑袋里有这么装这些东西 他把他祖母也杀了 我认为我看到不是那个政客在表演的 说你们这个替这个军火商讲话 其实不是 这个国家的骨质文化里面 就有那种暴力血腥的成分 非常的高 再加上这个国家 现在 社会正面临解构 他杀那些其他小学生的时候 他把他祖母也杀了 这是什么价值 这是什么观念 谁说美国教育办得好 办得好的话会有这种小孩子出现吗 会有从头到尾 美国杀了多少个人 多少学校的枪击案 多少学生带着武器 跑到学校去杀人 这个学校的教育有没有问题 这个国家的教育有没有问题 这个国家不管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跟家庭教育 是不是都出问题了 所以他们要检讨的 不是只有政治人物 他们要好好检讨一下 这个国家的观念正不正确 是 而且这个国家有一个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错 不是自己的错 对 没有反省能力 你看那个他表演的要跪下来的 他怪谁怪别人 他自己也是参议员 是 他做了什么 就会怪别人演戏 上面州长在那边 下面政治 干嘛 争取选票 说穿了 很恶心 很虚伪 我们难得看到介大使动怒 非常虚伪 然后这个有多 这个耳光打得最亮的 打到谁脸上 打到拜登这位政客 全世界最大的政客 他跑到亚洲来 我们亚洲 我们有美国这些问题吗 我们亚洲国家找不到几个case 18岁的小孩 这么拿到了枪 跑到学校杀了小学生 杀了几十个 日本找不到 韩国找不到 台湾找不到 中国大陆找不到的 可是美国这个总统 跑到亚洲来告诉你 我是来怎么样 我来帮你忙的 我来帮你 带给你安全的 你跟我站在一起就安全 会安全吗 他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的国家发生事 就是提醒全世界的人 不要听他在那边骗人了 他自己家里都没有管好 还来管别人家的事 他根本不是来帮忙的 他是来火上加油的 他是来制造问题的 这种虚伪 这种道德上的这种 这种严重瑕疵 他们还要搞到世界上来 我跟你讲 美国这种国家 像这种跑到外面搞外交 大家应该把门关起来 不要他进来 他走到哪里 就把他的问题带到哪里 自己家里都管不好的国家 不要走出来 天天管别人家里的事 好 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 对 我是很悲观 因为这是一个无限的轮回 这个永无止境 因为我们印象中 到底有多少次 类似的事件 其实数都数不清 那每一次类似的 校园惨剧爆发之后 那一样就是政治任务出来 谴责 遗憾 道歉 反省 想办法去解决 但是这个其实都是 治标不治本 大概都没有办法 因为当然我们可以说 他是千丝万缕 因为跟美国的确跟 民情历史 宪法第二修正案 还有这个利益团体 跟国会的错综复杂关系 都有关 但是历史上我们看到 好多次想要改变 最后都不成功 最近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 是在欧巴马的任内 最后一年 2016年1月 因为他在国会推法律 推不动 枪制管制法案 所以他寄出的是行政命令 那行政命令里面 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 这个源头跟这个尾巴 都要去严加的管控 卖枪的要去做限制 不是只是说 商店在做这个执照 你就算网络上卖枪 也要执照 就算你在办一个枪支的展览 卖东西也要执照 那对于买枪的人 就是更严格的背景审查 不管是年纪 还有很危险是人头 人头买枪 还有一些你有暴力背景的 或是在精神上 那有些障碍的 这些都要严格去管控 那欧巴马做了很多 当时还说 想要去让这个FBI 有更多的人力去做 这个身家的这个背景调查 那有更多经费去做一些 这个身心的一些资讯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时候 206年是美国在选总统 你看共和党的这个 当时的拜登 还有德州的参议员克鲁兹 他们就找到机会去批评说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公民联署的一个行动 叫做欧巴马没收强职 居然有个 有总统敢去没收 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所以几乎是 这个无疾而终 但是欧巴马讲法是说 他没有要去 这个否认 宪法第二修正案 他只是要取得一个平衡点 就是说 我还是可以透过一些 加行管制 否则你看这一次 其实这好多次的例子 已经数不清了 很多受害者是小学生 就是像是台湾的小学一年级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不乐观 基本上治标不治本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播之后马上回来 好 现在是全世界各股 可能弥漫的一股 就是一定要挺乌克兰 不挺乌克兰 你可能就是 这个是不站在乌克兰这一边 可能是普丁的同路人 可能会被贴上这样子的标签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都被放大来看 就像达沃斯论坛里面 这两天 美国媒体就在那边讲说 这个泽伦斯基讲话的时候 中方的代表没有站起来 起立鼓掌 大家都站起来的 结果这一两天 这CNN出来道歉 他就说我们很遗憾 在直播中出现这个错误 但是都已经把这些讯息 释放出去 就说中方刻意的 不挺乌克兰 结果人家是越南代表团的成员 真的是闹出了一个大乌龙 但是就可以反映的出来 像西方的媒体 或者是整个西方整体的氛围 就是要不断的扩大 没有站在乌克兰 不可以 你是站在世界对立的这一边吗 那还有法国有很多处的名人 他们的一些墓碑都被贴上了 如果我还活着 我会支持泽伦斯基 这样子的贴纸 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多照片 我们就选了一张来放 很多法国的名人 可能他们的这个墓碑或者是纪念馆 都被贴上这样子的一个标签 甚至连季星级都被扣上了一个帽子 因为这两天季星级有讲到说 这个乌克兰赶紧让这场战争止息吧 就是有可能就谈一下 有点像是那种隔地赔款 那样子的一个论调 马上引起了乌克兰的一个反弹 他就说 你叫做达沃斯恐慌者 你怎么可以散发这一种言论呢 那泽伦斯基甚至还骂他 他说纪星级对乌俄的战局的和平提议 就如同1938年的慕尼黑协议 反正现在全面的出征纪星级 那可是呢 对比一下 美国支持乌克兰 但是也被网友发现说 怎么开这一个视讯会 已经把乌克兰的旗帜给弄翻了 总之现在遇到了乌克兰 好像都变成有一种乌克兰症 不见得是疲劳症 但是有一种扩大解读症 那我们来看看像这个战争谈判 泽伦斯基是讲说 我只愿意跟普清直接谈判 不假手中间人进行协调 不进行调解 那所以到底这个和谈 有没有忘了 可能还要看这个俄罗斯 怎么样后续的回应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 他们现在对全世界 释放一个消息是说 乌克兰就是有可能有一个威胁 是来自于波兰 因为波兰他们有掌握到情资 说有可能有对于 乌克兰的扩张计划 那还不止如此 连斯洛伐克都跟大家讲什么呢 他的总理说 乌克兰如果输的话 下一个就是我们斯洛伐克 就说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 俄罗斯的威胁还是在 连匈牙利现在看到这个局势 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 是不是乌俄战争到一个段落 好像没有 连匈牙利都还宣布说 紧急状况 难道是他们掌握到什么样的消息 这场战争有可能要扩大吗 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一下 现在不打俄 其实是欧盟或是北约 或是西方国家 他们现在同样都要站在 乌克兰这一边 所以打俄罗斯 当然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可是如果没有打俄罗斯 比方说俄罗斯的石油 不是说要禁止吗 结果欧盟现在告诉大家什么呢 为什么不禁 他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我们听一下 如果是一切都要求 我们要求他们的 账战争 我们要求他们的账战争 是一切都要求 我们要求他们的账战争 对我们的账战争 真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的制裁 真是不容易想出这种高招的说法 因为如果我们不买 俄罗斯会高价卖别人 所以我们是为了其他人 避免他们买到高价的东西 所以我们欧盟买 就反过来看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讲那弯腰怎么回事 这个欧盟也可以想出这样的一个讲法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匈牙利的官员 就是酸这个欧盟的 这个冯德莱 他就讲说你不进 你就跟随移除议题了 那可是呢 现在这个欧盟还说 要去说服印度来减少 对于俄罗斯有的一个依赖 那同样这个布达厄的话术 其实还有YouTube 因为YouTube他其实禁止了 非常多俄罗斯的媒体的账号 但是呢 他到底要不要离开俄罗斯市场 他说没有 我没离开 我不离开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要继续在俄罗斯经营 以便俄罗斯的人看到更权威的讯息 所以真的都很多话术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源 现在看起来这个欧洲能源 有分高低 就是跟俄罗斯比较好的 可能价格比较低一点 跟俄罗斯比较差的 价格就比较高一点 这个首先我们来问一下委员 我倒对基辛吉的东西我想讲一下 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不会太喜欢基辛吉 因为当时他们为了要美国要跟中共建交 基辛吉其实是对台湾是蛮残忍的 但是以他讲的话下来论 因为要先讲一件事就是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 在奥地利开了一个维也纳会议 要处理这个问题 维也纳的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 他基本上就是认为权力要平衡 维持一个平衡 英国 法国 普鲁士 奥地利 俄国之间 五个国家维持平衡 那这样子就不会 欧洲就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 那有些小国家的土地该牺牲 也只有被牺牲 为了达到这种程度 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 法国被打败了 法国占领 战前占领人家的土地 全部归还 没有再割让他一块土地 因为在梅特尼的心目中 法国是一个大国 你如果现在狠狠地去整他 那这个欧洲未来会动荡不安的 所以法国就要保持 他这个做法并没有错 某一点来讲 欧洲是维持很长久的一个和平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些小规模区域战争就不讲了 他现在意思就是这样子 他这两天在达欧斯讲话 就是俄国在欧洲这个地方 这个土地上 四百年来是个重要的国家 而且是全力平衡了 一个保证者之一 所以现在显然就是说 你如果你帮助乌克兰 西方国家你帮助乌克兰 把俄国彻底打垮了 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会解决 反而会让未来的欧洲长远来讲 会发生很大的 非常致命的这样的伤害 因为他没有讲很细 因为他有一个全世界最多的 将近六千枚的核子弹在手上 又有石油又有天然气 你不会把他打垮 但是会让他积下很多的怨恨 然后会埋下他未来东山再起 再用更可怕的手段 对付其他国家的做法 所以他认为是可而止 那就是维持和平 那俄国已经吃了 这个乌克兰的土地怎么办 那他显然就认为 乌克兰就只有倒霉了 那为了大局欧洲的和平 那就只有这个样子 乌克兰不会喜欢这种讲法 西方不会很多种讲法 但是你如果在战略平衡 就全力平衡的观念来讲的话 基辛吉严格讲起来并没有错 他这个想法是非常实际 是现实主义的某一种的讲法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小残忍不忍受 那就大残忍就一定会出现了 就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他已经点出 非常多欧洲人 现在希望说这场战争赶紧落寞 因为像我们这边看到 现在就连沙阿吴迪阿拉伯 他们都公开赞许俄罗斯 就说要来推进石油的人民币 他们要用人民币来买啦 不再跟这个美元来挂钩了 所以是不是美国的话语钱 现在开始逐渐要失效了 连德国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冯德莱恩讲说 因为我们要继续买嘛 因为怕别人买贵了嘛 那所以这个德国 现在还有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他们接下来 可能要用燃煤来发电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美国的政客 这个网站 他们就讲到 这个媒体他们讲到说 现在美国滥用制裁 其实已经引发 国际社会非常大的一个反感 大家快撑不下去了 杰大师 对 可是最可悲 而且也有点可恶的 就是这些欧洲的政客 你做不到 你就不要虚伪的说 你在做 他们有人说 你现在 你在买俄罗斯的东西 你就是杀 残害乌克兰人的帮凶 什么血欧元 爱血欧元 可是问题是说 他们现在大批还在买 你现在买最多 可能还是德国 还是这些欧洲国家 你石油买的也最多 你天然气买 你要真正这么在乎的话 这么支持乌克兰的话 那就把那个 把那个水龙头关掉就好了 对不对 那你又做不到 然后又要很虚伪 最后这个最虚伪的 这个Funderland 他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 丢脸丢到全世界 对不对 他自己都管不好 自己说要去管别人 说你要比较贵的 不要把这个好 把这个东西炒起来 别人去买 还是买这个俄罗斯 更贵的自由 在帮助俄罗斯 那你买便宜的自由 汽油就不算是 在帮助俄罗斯 我觉得已经到了 胡言乱语的阶段 还是他生气 印度买的更便宜 对啊 是这样子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两个字 虚伪 非常非常的虚伪 那你也看到了 在这种 欧美这个 几个世纪来 这种所谓 他们这种民主 自由民主主义 显示来的这种 所谓自称的民主 人权的政权 一到了这种考验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的虚伪到几点 对 那美国呢 基本上因为他隔了 十万八千里 不过美国现在也受到伤害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很多地方的 这个汽油价格已经六块美元 一加仑了 这就是你搞一大堆制裁 制裁出来的结果 那欧洲说实话 就是在演戏 说穿了就是在演戏给全世界看 在骗欺骗全世界看 可是他们的政客 鼓自己在做什么事 基本上趁人之为 借刀杀人 他们如果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话 关怀的应该是谁 应该是乌克兰 现在战火中的平民百姓 不应该急着去制造一个 用他们的力量 去替一个 对这个战争也要负责任的 哲伦斯基 把他做为 把他神格化 所以他们讲的都是假的 实际上是在做一个借刀杀人 可是也杀到自己了 李老师 对 我觉得刚才看这 冯德拉音的谈话 还有YouTube 他说他继续在俄罗斯 这个经营的原因 是因为要让声音出来 那其实我就觉得就有六个字 就是横竖都有理由 那很多国家基本上是 舍不得道德光环 在头上的支持乌克兰 但同时也放不了 他的实质的利益 那目前来说很多 看到欧洲很多国家 就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困境 因为可能弗德拉音 他是老实说 但他可能是在找个借口 那不管如何 其实制裁本身就是如此 因为制裁要发挥效用 要花时间 而且让这么多的欧洲国家 协调出一致的这个行动 也要时间 因为大家或多或少 都在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不管是石油 不管是天然气等等 那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是 我觉得目前来说 乌克兰跟俄罗斯 应该不会想要谈判 那即便是泽伦斯基说 他可以跟普廷谈 但是乌克兰也释放出 很多矛盾的讯息 就在不久之前 乌克兰的情报首长 也在对媒体说 他说他认为这战争 七月就会有转折很快 年底就会结束 而且我们也看泽伦斯基就讲 他们的目标是要 收复所有的失地 包括克里米扬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怎么可能谈 当然普廷也是如此 那普廷一定是要实现 他最低的战场上的目标 因为我们平时讲 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 所以可能要到一个战事 有比较清楚的结果 谁胜谁败表 明确之后 或是双方真的觉得 这无法再承受 这成本了 泽伦斯基乌克兰 已经是满目疮痍 战后的重建 目前初估是几千亿美金 那俄罗斯进过这一战 也是元气大伤 除非都有这样的体验 可能我们在关注的题目 可能要好长一阵子才会结束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在南太平洋这个地方 现在是不是 中国的动作 也让澳洲非常的紧张 因为主要是说现在王毅要准备 十天要访问八个太平洋的岛国 第一站就去到所罗门 那就有媒体在那边讲说 是不是中国跟南太岛国 合作会引发新冷战呢 那对新冷战当然是 对跨的四方 澳洲或者是对西方来说 可能会产生威胁 会不会有新冷战呢 所以中国马上就有所回应 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 王文明就讲说 其实我们这次去访问是要深化中国 跟南太平洋岛国的一个友好合作 促进亚太的和平 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拜登来这一边 跨的四方就叫做促进这个自由 或者是IPEF 这个印太经济战略 或是经济架构 那可是中国去就叫做引发新冷战 这个标准也是蛮奇特的 人家去不行你去就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斐济现在也变成了一个焦点 因为主要王毅下周要去斐济召开会议 那所以这个十个太平洋岛国要达成一个协议 包含了安全资讯合作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协议 那对于这个澳洲来说 好像就紧张了 因为我们看这个Sky News来讲说 中国防斐济这背后可能有秘密 令人担忧 太平洋地区的民主正在减弱 又在释放一种恐惧中国论 恐中论 那所以这个包含了新任的澳洲新的外长 黄英贤他在结束了跨的四方之后 立刻回国说 我们要马上来访问斐济 他说中国的太平洋计划 明确是明确的在失去十多年后 就是澳洲失去十多年后 必须要做很多事情来重返地位 所以澳洲的官员也把这件事情 视为这个太平洋的头号大事 这个斐济要赶快去 那现在其实这个黄英贤虽然是华裔 可是有陆陆续续有一些报道说 他对于中国的批判丝毫不手软吗 所以感觉起来他好像也有一些 比较是鹰派一点点的言论出现 那我们看这个现在澳洲的新总理 艾班尼斯 他讲说希望澳洲接下来 他的定调是太平洋国家主要的安全伙伴 他说这不关乎 这不仅是关乎资金 还关乎到尊重 他要拿回这个失去十年的一个主权 是不是有一点要跟这个中国较劲的味道 因为我们看就像是这个澳洲的财长 现在也主动放出一句话讲说 中国你要释放出善意 你应该要先来取消这个关税吧 我们来听一听 而是中国达职业了解决定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行动 中国达职业的问题 中国达职业了解决定 和更加烧弱 而且我们的财劳 是因为政府达职业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看出来 这个澳洲说 你中国要先释放善意出来 可是中国为什么要对澳洲释放善意呢 因为其实刚开始竖起敌意的 好像也不是中国先丢出 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出来 所以人家在讲说 如果真的贸易上要破冰 球到底在哪里 球是在澳洲这边吗 报导好像是这样子讲 他说澳洲政府歧视中国企业和投资 撕毁经济协议 中国从来没有进行任何的经济报复或是制裁 但是反过来他现在却叫说 中国你应该要取消这个惩罚性的关税 其实像是红酒小麦或是煤炭 都是主要他们是销往这个中国大陆 所以澳洲对于中国的这个贸易依赖是比较深的 所以现在澳洲的酒商 他们也正在寻求加速说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在中国 就是宁夏这边来生产葡萄酒 他们就打出说中国制造 这样来避免掉这些 现在目前很高昂的这种红酒关税 可是南华早报就吐槽 他说中国的葡萄园出产的 跟澳洲的葡萄酒 这个味道会是一样甜的吗 所以看起来好像中国跟澳洲 现在要恢复他们以前的一种良好关系 还有一段这个要努力的空间 我们来问一下大使 其实澳洲跟中国大陆关系不会立刻改善 因为这个中间这个等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那主要在澳洲在这个摩尔森总统的时候 他的战略的整个国家战略的改变 那么比如说加入AUKUS 这个四方这个会谈 基本上都是在战略上以中国为对象 中国大陆为对象 那所以双方的关系 我觉得是从最高层的政治战略之间的 一种对立而延伸下来的 那么经济还有贸易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受害的 那当然就是说这里面 澳洲过去在整个外销来讲的话 他对中国大陆市场依赖的比重 几乎到达百分之三十二 那是非常高的比重 可是其实在这么高的比重的时候 应该会造成双方在战略 这个外交还有国防上 应该会有比较协调性的做法 可是澳洲事实上 摩尔森政府的时候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 基本上把中国大陆就作为假想敌 那跟比如说跟这个美国的 美国的军舰 一起到中国的南海地区 来做军演 还有就是说在四方会谈也好 架构也好 AUKUS架构也好 发表的这些宣言里面 都明显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 中国大陆视为战略的最大假想敌 那么在过去在这个台海的问题上 美国也是跟着中国大陆 澳洲也是跟着美国立场走 那甚至澳洲也在台湾的大选的时候 也制造了一个王立强的间谍事件 那很明显的就是说澳洲的政策 那么他有很明确的指向 所以在经济上 中国大陆就也做了回应 那所以这些部分如果说 不是说经济可以单就处理经济问题了 那必须要把他的战略更高的这些国安 还有整个这个在国际的结盟态势上 他这个立场如果没有转变的话 那经贸不可能会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如果要变也是一个这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不过我看到讲到南太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澳洲的新总理 艾班尼斯他讲的这句话 表示他了解问题之所在 澳洲跟这个南太岛国的关系不好 原因是什么 不尊重 不尊重南太岛国 因为我随便指一个例子 两年前 Morrison在开这个南太岛国论坛的时候 到最后把这个一起去参加 因为澳洲也是南太岛国论坛的这个成员国 他有16个成员国 整个16个国家的总理在里面开会 澳洲的总理最后把这些其他岛国的总理 一起叫下来 然后用教训的口吻 明白了说你们都拿我的钱 哪一个没拿我的钱 我澳洲的钱 所以这件事情宣言的时候不准讲节能减碳 尤其不能减碳 南太岛国是希望这个 好好处理全球暖化问题 因为海平硬上升 他们很多国家会淹掉 可是澳洲基本上是反节能减碳 为什么 因为澳洲是输出煤炭的大国 所以他在这个global warming的立场跟这些国家 可是你看Morrison就不尊重别人 把人家的手里 就后来斐济的总理出来 透过媒体把这件事曝露出来 所以澳洲跟南太国家基本上要有给别人尊重 那今天说实话 如果说别的国家进到南太就是发动新冷战的话 那请问一下这个发言权是由谁来讲 是美国人来讲的 有这个发言权是美国人还是澳洲 还是南太这些岛国 南太岛国才有发言权 别人只是在别人有什么发言 别人有什么权利来做一个定义 是我们来问一下委员 这个刚刚这个大使讲的对 因为南太平衡这些国家 最担心的就是问世效应一直下去 海水上升他们都要被淹掉了 而且他们真的是 澳洲基本上就是还是白澳政策的延伸 他们很骄傲 你看他们的国会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白人 有这么多的亚洲人在那里 甚至印度裔也在那里 要当选他们的国会也难如上青天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歧视其他的种族 那中共跟Solomon定了一个协议 这个澳洲这个就很生气的说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 你们跟中共定这个协议 中国大陆问他说 你们跟英国跟美国定了一个AUKUS 这个协议 这么重要的协议 你事先有争取我们 这个Solomon的同意吗 没有 有招呼我们也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不容易解 现在新的工党的领袖上来当了这个新的总理 可是那种思维 澳洲有那种两个观念 一个观念 白人至上 第二个 南太平洋 我就是超级强权 你们任何人都不得介入 美国可以英国国益 不是白人的世界你们都不得介入 这个概念是生子人心 自己这位新的外长 爸爸是马来西亚裔 其实他妈妈是澳洲人 所以他从小爸妈离婚以后 他们就已经到澳洲去了 我认为他的思想 是比较能够反映他妈妈那边 而不是反映他爸爸那边 好 文贾黎老师 我觉得现在中澳关系 短期之内大概也不容易回得去 即便是你看 他们两国的贸易总额 在去年是两千三百亿 今年是中澳 北京和澳洲建交五十周年 1972年那时候不到亿美金 但即便是双方经贸这么的密切 就的确像刚才大师说的 从莫里森时期 其实美国澳洲政策 紧紧跟随着美国走 不管在香港 新疆 5G 华为 或是要凸显中国大陆的威胁 基本上他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大选里面 其实工党的口径 跟当时的执政党很像 他也在塑造出中国大陆的威胁 也不肯示软 也在强化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选后有没有办法马上的回来 我觉得有问题 那还有一个这个尊重 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如果记得的话 索罗门的总理 因为这个中所的这个双边 这个安全协议 被美国跟澳洲指指点点 那这位总理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在国会演说里面 有提到一件事情说 这跟尊重有关 就是说澳洲习惯把索罗门 跟南太平洋的岛国称为后院 但在文化里面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不尊重 因为后院可能是养鸡养鸭 烧垃圾的地方 所以他用这点是趁机发作 那还有的确 因为大家都在批判说 这个中所的安全协议不透明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有没有军事基地 让中共军舰停靠 但是这个索罗门们也说 那我们同样不知道 所谓的AUKUS里面 葫芦里面的什么药 而且事前你也没有 资商知会我们 那直接就让出来 所以这个议题 我觉得中澳关系 短期之内 没有办法马上回去 因为目前工党的 这些台面上领袖 包括总理副总理 还有这位外长 其实在选举期间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言辞 是很严厉的 那整个工党 其实这是澳洲的民意的氛围 是 互为表里 相互有一些加强的作用 所以短期之内可能 不是那么乐观 顶多是在社会跟文化的层面 也许是一个可能的空间 还有双方都说 球在对方手上 双方都说 解铃还是系铃 系铃都是你 但是如果都是这样高姿态 其实真的是 没有那么的乐观 对我们其实听到说 他们在选举期 接工党还有喊出来说 他们要建立澳洲太平洋的 这个军事学校 那到底这个军事学校 会对谁比较有利呢 现在看起来好像 感觉上面好像会对 美国比较有利吗 还是说其实他会比较偏向中国大陆 我们来问一下大使 其实澳洲这些 包括澳纽 一共南太岛国论坛 一共16个国家 那其他14个国家 不是需要军事援助 需要的是经济援助 因为就索罗门来讲 他跟澳洲做朋友 跟美国做朋友 做了几十年 那么他还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 并不需要军事 他也不想打仗 他需要你给我经济援助 他需要的是一带一路 是基础建设 你美国 你英国 你这个澳洲 讲的这个军事来讲 是你澳洲的角度需要的 那这些国家 你跟他做朋友 做了那么多年 人家在 你把当做人家的后 你把人家当做后院 可是这些老百姓 连吃都吃不饱 对不对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 你要从南太 这边16 这么多岛国的需要出发的话 他们需要的不是军事 他们需要的经济发展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说 如果澳洲还是一直继承 这种帝国主义的传统的话 把别人做的势力范围 或是自己的这个进来的话 我想他们跟南太 这些其他14个岛国的关系 只会越走越远 不可能走得近 没有 没有